这就是早餐了 20块钱一份 猎蟹菜能吃到这样子的也还是OK的 这是为何吧 河水特别浑浊 如果能把这些沙子跟河水分离开 那去卖应该能挺赚钱 我们到兰州了 每到一个站只要有时间 这个车厢的朋友们都会下来抽根烟聊会天 放放风挺好的 认识不认识抽根烟聊两句 就是一个新朋友了 实在无聊的 各个车厢的都抽到一起来打牌 这些车挺玩 到了西宁站 西宁站要下车去换乡公养车 下车了换乡公养车 直接就是过对面去找位置的车厢就可以了 它的标还是同样是拉萨到西宁 西宁到广州的标 然后我们跟我们同行的朋友打个招呼 他们在西宁下车了 在路了 对啊在路了 我要准备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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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车厢还要漂亮一点 这些车厢还是有公养口的 这些车厢还是我一个人 从广州到拉萨都是我一个人 这些车厢它是有公养口的 在这里 但是这里锁住了 它需要说紧急的时候由列车员开启后使用 但是这边的公养口是有打开的 我们就可以看见它其实里面是有两个管子 这里怎么用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希望不要用到 之前做好准备把这个窗户给擦一擦 到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了 西宁站出发了 我们拉萨见 预计是明天下午5点钟左右能到达拉萨 过了西宁就换上了油氧面圈了 现在温度就会比较低了 这边气候比较凉一点 还是穿上长袖了 还有他们这个热水 现在是有热水供应的哦 好吧 睡觉 晚安